长者熟练的将油锅加热 紧接着依序放入鸡蛋青葱 其他长者也没闲着 在一旁帮忙切菜 将切好的高丽菜、鸡腿肉、白饭以及调味料 倒入锅中拌炒 没多久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饭就完成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长者乐龄活动 邀请有将近30年厨师资历的阿医师 教导长者们利用盐茶熏鸡腿与茶粉 烹调出别具风味的茶香炒饭 长者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厨艺 品尝美食 开心之余也收获满满 就是一些材料蔬食的方面 会有很多的选择 比较不像我们一般在家里很简单那种情形 可是它又很容易取得的材料 所以也养生 吃起来也很好吃 很享受 跟别的健康中心不一样 它的食材又容易取得 再说这个料理起来不会肺力 就是这样子我才刚开完道 就不要放弃马上来上课 就是说了解一些食材 不要说慕名要比较对我们身体比较有健康方面要顾急 不要只顾那个品牌这样子 让阿医师提供的比较实在的那个食材 所以你也觉得他教得很好 很好很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从开始到现在都被每一个人对这个能够走出去的话 真的是健康的 还有心理 心理不管是心理还是什么都是很好的 所以他跟我讲 我说OK 很赞 我来第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很赞 我基本上今天教他们做的就是茶料理 就是盐茶熏鸡腿的茶叶炒饭 对 基本上这个料理基本上要注重的就是 有没有茶香 茶香很重要就是温度 在爆香当中你不能太早下茶粉 然后在炒制的过程当中 你温度要控制 对 所以吃起来不能没有茶香 我刚吃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胡椒放太多 基本上因为大家就是妈妈 说实在他们下厨应该也很久了 其实我都教一些美感 就是一些小技巧 然后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他切菜的一个状态 有些人要表现 所以切很快 所以我就很怕他们会切到手 对 其实我觉得很厉害 他们很强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就会教他们一些 在家里面做菜的小技巧而已 我刚开始是学海鲜料理 后来我学了客家菜 然后到退伍之后 退伍之后我进到一个 我们那个海鲜 就是高级的海鲜餐厅做粤菜 所以我都是跟海鲜有关系 然后在当兵的时候 也是那个指挥官的御厨 我大概16岁开始就做餐饮 到现在42岁 43岁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今年度的长者乐龄活动 以丰富长者感官 包括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以及触觉的五感体验 规划一系列课程 丰富多元 获得长者热烈回响 我们长期在大同区这边经营 然后看到我们社区的很多长者 其实他们有些是宅在家里 不愿意出来 那我们办这样的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鼓励长者 走出自己的家门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其实很多长者的毛病 一个是没有使用 所以气管会退化 另外一个就是有问题闷在心里 那闷在心里的话 闷久了就会闷出毛病出来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长者带出来 给他们一些活动 那这些活动结束以后 他们回去 还是可以继续自己在家里 可以自己继续操作 或者是说增加他交友的广度 然后可以多一些朋友 大家可以常常聚在一起聊天 或者大家一起出游 分享一些美好的事情 那只要他能够走出家门 然后经常的把他不愉快的心情 做出解的话 我们觉得对他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我们已经办了第三年了 我们根据这三年的经验 刚开始长者出来的时候 都有一点严肃 但是当我们课程结束 大家已经融合在一起 然后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 所以我们觉得很有收获 我们其实是要全方位的 去发展他们的感官 所以有眼睛看的 可以变色 然后有耳朵听的 可以就是听到美好的声音 再来就是鼻子可以闻到美好的味道 嘴巴可以尝到新鲜美味的食物 然后再触觉 还有他心灵 这些课程我们都会一起包容进来 包括高级节我们会包 那个香包 然后我们会用原液来疗愈他的心灵 就是像类似这样的课程安排 让他的各个器官可以全方位的去接触到 然后可以应用他的感官 去接触外界美好的东西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乐龄活动 帮助长者走出家门 走入社区 在轻松无压力的气氛下 与人群互动学习心知 开心过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赞 爱心 赞 接着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赞